有一种瘾君子是为了变强而上了 普通的肉类蛋白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要 哪怕是蛋白粉在他眼里都是没用的垃圾 只有嗑药才是变强的唯一办法 大战开始之前 杰克独自躲在休息室掏出变强三件套 肾上腺素兴奋剂加激素药片 这三板斧下去空虚公子也能秒变真男人 杰克的库存还远不止于此 一瓶不要钱的小药片框框框往手里倒 接着把每一板激素药片拆开丢进水杯里 不多时杯子里的药品都快满出来了 杰克一天的药量比他的饭量还大 经过一阵享受的咀嚼后 杰克贪婪地吃完了所有吞食类药品 但请注意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接下来就是各种兴奋剂的注射 别人打肾上激素都是按毫升剂量慢慢打 杰克一上来就先吸满一针筒的量 针孔插进皮肤的那一瞬间 杰克感觉身体爽翻了 不由自主地露出迷离的眼神 在五道界杰克嗑药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这位助理还是被杰克吓了一条 光明正大的嗑药也就算了 谁知他吃药就像喝水一样一滴不剩 并且对药物的副作用毫不在意 助理想知道杰克真的不怕死吗 药片是会侵蚀舞者的肉体的 一旦坚持不住就会当场身亡 杰克表示这都是小意思 如果真的撑不住 那只是因为自己的肉体太弱 跟静药没有半点关系 况且他只需要撑过今天晚上就行 另一边号昂生也在为今晚的大战做热身准备 面对地表最强咬刀 昂生的手刀流还能奏效吗 在身体方面他虽然没有杰克的大块头 但柔韧性却远超普通五指 无论是正向拉筋还是反向折叠筒筒不在话下 泡昂生的汗水几乎近视地面 到这里他的全套热身就算做完了 在花田的指引下两人即将走向最后的战场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众豪强同样密切关注着这场战斗 变牙戴着帽子隐匿在人群之中 不知道他的美国哥哥已经提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花田走在昂生后面善意地提醒 如今杰克范马的啃咬技术大有名气 但千万别以为他只会啃咬人 对此昂生表示毫不在意 能进入地下竞技场的舞者没有一个是单纯的战士 就像自然界中没有只会啃咬的凶手一样 杰克范马有他的战斗体系 而我好昂生也不是吃素的 在他登上擂台的一瞬间 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欢呼声 斩机空手道将会斩断一切 虽然人体的手指非常脆弱 可他一旦联合起来就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昂昂生抬脚指天摆出一字马 即使没有300斤的吨位也能给人稳如泰山的感觉 随后杰克范马闪亮登场 小巨人的气场立刻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双雄对峙各有千秋 两大强者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杰克一脸不屑地看着昂昂生 你小子就等着挨揍吧 在裁判的指引下两人来到擂台中央进行开场仪式 面对眼前的对手 身高2米4的杰克完全是一个俯视视角 为了看清昂昂生的样子 杰克甚至还俯下身子耐心查看 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就像是大人看小孩一样 杰克没有料狠话 因为这个动作就够足以威慑对手了 随后双方各自返回原位 杰克体内的药性正在酝酿爆发 一声战鼓敲响后比赛正式开始 浩昂生腾空而起扑向杰克身后 他必须抓住先发制人的优势 脚掌只是借力的手段 两根手指悄然弯成阴沟的形状 在一阵霹里啪啦的斩机下 杰克双手抱头根本腾不出手 斩机流空手道果然名不续传 不多时杰克身上鲜血刺剑 开局就陷入流血状态 杰克被逼无奈只好速战速决